嗨,大家好,冬天来了,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非常非常的冷,非常非常的冷,非常的冷,那么冬天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呢? 首先,第一个就是,我们的手会非常的冷,非常非常的冷,所以呢,我们就要戴上我们的手套,这个是我们的手套,冬天的时候呢,因为我们的手非常的冷, 所以呢,我们就要戴上我们的手套,这样子呢,我们的手才不会觉得冷,会觉得很暖和,大家可以看这个手套呢, 它是非常可爱的,是一个小熊的图案,我非常的喜欢这个手套,它戴起来非常的暖和,很暖和,那接下来冬天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? 我们还可以买一点帽子过来戴,我们可以把帽子戴到我们的头上,这样子呢,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头也非常的暖和, 我们把这个帽子呢,不仅呢,不仅呢,非常的好看,也能够帮助我们,保护我们的脑袋,让它着凉,这个帽子呢,是白色的,这个帽子呢,是白色的,它戴起来,戴起来呢,也非常的好看, 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帽子,你们冬天的时候,也会戴帽子吗?你们会戴像这样子的帽子吗?那冬天的时候,我们还会做什么呢? 冬天的时候,我们还需要一条围巾,这个叫做围巾, 冬天,冬天非常非常的冷,所以我们需要戴我们的围巾,然后呢,防止外面非常的冷,这样戴着,就能够帮助我们保暖,就不会着凉,非常非常的暖和。 这条围巾呢,它是粉色的,那么它呢,非常非常的大,它可以拆开,拆开来呢,就会非常非常的长, 里面的颜色是灰色的,里面的颜色是灰色的,外面的颜色呢,是粉色的。 这条围巾呢,这条围巾呢,它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,它摸起来是很柔顺的那一种,我呢,也非常的喜欢这一条围巾,它就是我冬天的必备, 每次觉得很弄的时候,我都会把这个围巾给戴上,这样子呢,就会非常的暖和,非常的喜欢。 那冬天呢,因为外面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冷,所以我们还需要呢,多喝热水,这个呢,是水壶,我们可以把水倒到杯子里面,这个是杯子, 把水壶,把水壶的水,把水壶的水倒到杯子里面,这个是开水,大家可以看到,这个呢,是开水,里面装的是白开水,这个呢,是杯子配的勺子,这个叫做勺子,我们可以用这个勺子, 咬水起来喝,因为非常非常的烫,因为非常非常的烫,它在冒烟,这个水呢,非常非常的烫,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勺子,把它勺水起来喝,那就比较不会那么烫了, 这个呢,就是喝水,我们都说,冬天的时候呢, 这样子,这样子,这样子可以用来暖手,因为水是烫的,所以我们可以装在杯子里面,这个杯子里面,然后呢,就可以用来暖手, 我们可以也用这个杯子呢,来喝水,喝水,冬天的时候呢, 我们要经常多喝这个烫水,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,所以呢,我们要多喝这样的白开水, 那冬天,我们还需要什么呢,我们还需要一个水杯,这个呢,叫做保温杯,保温杯呢,它的作用就是能够保温, 里面的水呢,它就算这个水呢,它很容易就凉掉了,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水壶里面的水呢,倒到这个保温杯里面, 它就能够一直一直都很烫,它都是非常都很烫,里面的水呢,非常非常的烫, 这个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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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保温杯的好处,就是冬天的水呢,放到这个保温杯里面, 它就不会凉得那么快,那保温杯呢,它还有一个很好的,就是能够随身携带,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小一个,所以它很方便携带, 那么这个保温杯呢,它是粉色的,这个呢,是粉色的保温杯, 它非常非常的可爱,我呢,非常的喜欢这个保温杯, 这个叫做保温杯,但是刚刚的这个呢,叫做杯子, 这个呢,叫做杯子,这个呢,叫做勺子,这个呢,叫勺子, 那这个呢,叫做水壶,这个叫做水壶,大家认清楚了吗? 那刚刚我还提到了是我们冬天需要用的,这个叫做帽子,这个叫帽子, 这个叫什么呢,大家还记得吗? 这个呢,叫做手套,这个呢,叫手套, 手套呢,就是带在手上的,带在手上的,这个叫手套, 然后呢,最后一个,这个,大家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吗? 这个叫做围巾,这个呢,叫围巾,这个呢,叫围巾, 那这个水壶的颜色,也是粉色的, 这两个的颜色呢,都是一样的, 它们都是粉色的, 大家记住了吗?